这个星期继续要给大家 就是想想感情上有所缺失 而引发出来的很多的缺失的联想 唐一年初来报自己的绯闻事件 他可能背后大家认为是有一些政治公关 叫他怎么说那些话 但那些用词 有些我觉得还真的是可圈可点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讲其他的用词 看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也会心中所想的也是一样的 唐一年初来的时候他就说 感情上的缺失我深感悔恨 感情上的缺失我深感悔恼 缺失 那什么是缺失呢 感情上在普通话里面我们很少说有缺失 所谓的有缺失到底是什么呀 真的是 其实是不是指出轨 是不是感情上出轨 出轨出轨感情出轨 出轨 或者是感情不忠 感情不忠 感情不忠 对感情不忠 或者是他有婚外情 婚外情 好 还有这个就开枪 开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字呢 因为就是唐一年他同英年开枪 说自己的感情有所缺失 开枪 这个字开枪 枪跟枪的发音是相差很远的 开枪 不是开枪开枪 在普通话里面应该是念开枪 开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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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枪讲自己的感情的问题 开枪 另外他也说到 确实有过艰难的时刻 那到底他感情的过失 怎么样令到他感觉艰难呢 艰难又是可圈可点的字眼 引发很多的联想 那他的艰难是令到他很痛苦吗 是整个感情令他面临了考验吗 还是让他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吗 所以这些字就感觉比较具体一点 到底是怎么艰难呢 是让他感觉很痛苦 让他面临考验 同伏 好饮 还是张杂 令他很挣扎呢 很挣扎呢 这些字就 普通话里面看起来 大家就会感觉比较具体 比较能够了解的 然后就是 他的太太回应就说 早已决心不再往后看 已经放下了 对于过去 他已经风呆着 在 在普通话里面我们很少 我们不说 放下 放下 就把事情 把过去的事情给放下了 放下是不容易的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OK好 要不要 看还有什么字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几个字 我们再来看一遍 干难 艰难 干难 艰难 痛苦 是痛苦 痛苦 考验 好饮 少的好饮 考验 挣扎 张掌 三种好张掌 挣扎 挣扎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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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 不要讲缺失 普通话里面我们不讲缺失 所以可能出轨 出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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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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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感情不忠 有婚外情 婚外情 就是 开枪 开枪 剖白 开枪 好 那下个星期再给大家看看 报道上有些什么热门的话题 下个星期再见